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狩猎者的一些看法 包括自己一路走来的心得 因为前几天的确个人比较忙 因为忙一些其他还是有机会再告诉大家 所以说前两天很少在群里面讲话 就那一天晚上后的币跌得比较厉害 那天晚上说了几句话 因为私底下面很多兄弟姐妹们私信给我 所以那天晚上简单聊了几句 所以最近两天很少在群里面讲话 所以刚好今天晚上有空 在群里面给大家分享一下 我对狩猎者的一些看法 以及近期我技术对他的一些追踪 我相信群里面大部分的伙伴 只要买了这个狩猎者这个币 或者说添加了机器人的这些伙伴们 应该90%以上的伙伴都是赚的 首先这个现象的话是非常好的 也非常的开心 能够在这样一个无意当中 给大家分享了一个受累者这个项目 让大家多多少少赚到一点钱 然后接下来具体的走势的话 那只能说根据官方具体的操作情况来看 运营思路来看 前面几天呢 因为受累者这个币价大跌 可能这几天我看群里面 个别的伙伴们 说话也比较少了 可能没有前段时间 这个币价每天涨的时候 那么的有激情 当那天晚上币价跌的时候 然后我这边的话 也是很及时的发信息 问了我上面具体的一些情况 然后我上面呢 好像据说当时这样回答我的 说是因为那两天 因为在做一些测试 然后大家添加在这个机器人里面的资金 暂时的锁了一会儿 所以说导致很多人以为 放在机器人里面的资金测不了 所以说搞得大部分人恐慌 所以说就开始测词子啊 卖币啊等等一系列的操作 导致这个币价 我记得我在群里面 我发了一个地址出来 让大家监控 这个地址是其中一个项目方的 当这一位项目方 这个地址里面的 毕拉伸砸完过后 然后我问他 他说一个盘面这样长下去 不是良性的 因为这个狩猎者走了一个多月了 要适当的轻一些 投机分子 不太看好的 所以说他故意砸到盘 故意让大家恐慌 让这些不坚定的人骑下车 因为从他的各种话当中 后面我也客观的分析了一下 如果说他真正的想通过这个币价砸盘来赚钱的话 那为什么五级的时候 最高峰的时候他不砸 偏偏在二级三 三左右的时候才开始砸盘 所以说他这个做法 我是挺赞成挺支持的 然后我也换位思考了 如果说是我的话 我也会这样操作 一定会在适当的时候 狠狠地砸一波 然后在砸盘的前几天 我相信在群里面 比较活跃的这些兄弟姐妹们 一定留意到 我前段时间说过一句话 就在币价最高峰的那一天 我说过接下来一定会回调 但是回调多少我不清楚 因为很多时候我也会试想 我是这个项目方 那接下来这个整个盘面 整个生态我要怎么来运营 那肯定我的想法也是 跟他们至少推理来讲的话 我是一致的 因为我一直在讲 一个盘面的话一直涨一直涨 那绝对是不健康的 就像心电图一样 一定要有涨有跌 有涨有跌 这样的话 才是健康的一个生态 然后我们群近的 比较早的这些伙伴 可能从进场到现在的话 可以说经历了三四次 来来回回的震荡 任何一个币仲 一个盘面的话 一定要来来回回的震荡 所有的伙伴才会有信仰 举个很简单的例子 就像这两年的疫情一样 是不是持续了几年了 大家到今天为止 已经失控见惯了 见怪不怪了 当然 希望这个疫情 在我们中国华夏大地的话 我们华夏民族 希望以后不要再发生了 在这里来 我也可以很真诚地告诉大家 我在很早很早很早的时候 出了一点点币 前段时间我也讲过 我到今天为止 我的币的话 持仓的话 还按照原总量的 还持有80%左右 包括前段时间 到最高峰的时候 我没出 但是我在群里面建议过大家 要回调了 该回本的回本 当然这只是后话了 到今天现在来讲的话 不重要了 前两天我也在群里面讲过 胆子大的另说 因为我个人认为的话 狩猎者这个生态的话 它是具备长大 具备成长的基因 可能在这里的话 分享到这里 可能很多群里面的伙伴 忍不住想问 徐总到底这个币价 能不能走到0.1或者说1美金 如果说真的 此时此刻很多朋友 想用 想问这种问题的话 那我也只能很客观的 来回答您 我只能说 我认为 它具备 这样的基因 但是具体 能不能走到0.1美金 或者说1美金 10美金 或者说更高 这个东西的话 只能说看后期官方的一个运营的思路 操盘的思维 因为任何一个好的生态 如果说配上好的运营的话 真的可以把这个项目运营的很牛逼 圈子里面有这样一句话 三流的项目 一流的人来运营 加上一流的市场主力团队 那一定可以把这个项目打造成一流的 那反之一流的项目交给三流的人来运营 那肯定是没得搞的 因为从狩猎者启动到今天为止 不管是LP的流动池的持有人数 或者说这个持币的地质数 包括每一天增加的等等各方面数据来看的话 它目前它的整个盘面是良性的 然后我也可以讲 狩猎者这个项目的话 在目前所谓的DeFi圈子里面的话 它各方面的数据的话 真的是可以说它敢说第二 没有几个项目敢说第一的 所以说从它各方面的基因来讲的话 它是具备这样的基因的 可能我比大家了解这个项目的一些核心信息 可能要多一些 比方说中国区老大 他的一些背后的履历 他的一些人生的经历 多少的话我还是知道一点点 虽然说之前跟他不是很熟 但是我认识这个人 包括现在在哪里 我都清楚 包括他的段位怎样 背后的运营团队怎样 多多少少我还是了解一点 能打听到 所以说在狩猎者这个项目当中的话 接下来怎么运营 那这个东西因为这一段时间 我忙也很少去跟他探讨 但是有时候的话 人家整天忙得热火朝天的 我私底下面给这样建议 那样建议的话 人家会很烦 因为每个运营团队的话 它有自己的核心团队 包括自己的一些市值 运营团队 UI团队等等 所以说人家有人家的运营思路 人家是站在整个生态 后期发展的一些方向 去整体运营的 所以说有时候 我们作为市场 给的一些建议的话 只能说站在市场的角度 站不到人家的那种高度 那种纬度 所以说有时候 我也只能从侧面来去关心一下 现在整个生态 后期规划的怎么样了 怎样怎样 但是人家回复我的话 都是比较官方的 所以说有时候去探讨 探讨太多的话 实际上是没多大意义的 可能整个狩猎者生态当中 可能大部分人 能经过了前两天 这次洗盘的话 可能搞得有点心慌慌的 实际上这个东西 也没啥慌的 因为从一进来的时候 从这个狩猎者 这个生态启动的时候 我就引导过大家 尽量少把形式放在币价上面 因为曾经我最开始给大家分享这个狩猎者这个项目的时候 我记得是 我记得我第一次讲狩猎者是3月3号很早的时候 那时候我就跟大家讲过 接下来给大家分享一个技术 靠技术吃饭的东西 因为我一直以来的话 我对图狗这一方面的东西的话 我是不怎么感兴趣的 我一直在群里面强调这个观点 所以说最开始我对狩猎者这个币 这个获得这个币的话 你说我看不看好 也看好 但是我没想过 在短短一个月左右的话 它涨了上400倍 原来我的预计的话 可能一两个月的话 顶多也就50到100倍左右 所以说我最开始有一张截图 我相信前段时间我经常发出来 那是我说的 接下来给大家分享一个很给力的项目 加一个百倍币 哪想到幸福来的这么突然 这段时间来了上400倍 所以说这个过程的话 也许会把大家的心态搞乱 同时今天晚上我所有的这些闹坑吧 可能可以说谈不上分享 因为关于分享这个东西的话 我觉得有一点过了 因为我觉得我的段位的话 也没那个资格来给群里面 这些伙伴分享 因为群里面很多伙伴 可能社会阅历啊 包括币圈的一些经历经验 比我丰富多了 只能说我分享一下我自己的一些小心得而已 所以今天晚上更多的是给大家讲一下 建议大家一些在这个圈子的心态 可能很多人经历了狩猎者这个项目 走到今天为止 可能心态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感觉到再去别人再给你分享一个其他的一些东西 我感觉你这个太慢了 我这个受理者曾经一个月一两百倍 什么怎么样 所以说千万别让这种项目 把大家的心态玩乱了 因为这种的话 可能喜欢打牌的人 可能有这种经历 什么经历呢 比方说今天晚上我去打牌赢了一万块 那可能接下来的话 你再叫我去打小牌 输赢只有两三百块的 我会觉得过不了瘾 那这种情况下的话 就很容易把你的心态心思给打乱 所以更多的时候 我在这个圈子经常喜欢 建议大家客观一点 各方面的客观一点 每一天呢 我闲下来也会在其他更多的群 其他很多社区 更多的群去看一下 大致的看一下 他们一些社区做的怎么样 目前来讲的话 整体狩猎者 线下的地推团队 社区的话 工作室的话 做的还是非常火爆 前一段时间的话 已经把狩猎者这个生态 延伸到台湾市场 海外市场那边去了 所以说这是非常值得鼓掌的 非常值得点赞的一些方面 所以说做的非常好 在这一方面的话 我还是挺佩服这个生态的 当然的话 后期的话 还有什么 道中道生态 swap生态 等等 元宇宙生态 当然的话 这些的话 就在整个 官方的一些 运营范围之内的 还是那句话 至于后期 能不能走的那个生态 我不知道 至少的话 它具备这种基因 那接下来还是那句话 看官方怎么去运营 那接下来的话 我再讲一些 我在这个圈子 目前 对这个圈子的一些看法吧 可能生根这个圈子的一些朋友 比方说玩这个币圈 玩了很多年的朋友 心里面都明白 其实区块链这项技术的话 走到今天的话 实际上没有任何应用 没有任何应用 包括DeFi出来 DeFi我记得19年 AV AC AC这个人经常在讲 DeFi去中心化金融 是一定要为实体金融 做富能的 然而 DeFi走到今天的话 有为实体生态富能吗 真没有 只能说给了很多这些圈子里面 所谓的操盘手 更多的一些 更广阔的一些思路 敛财的一些方式跟手段而已 说到 这个AC 可能很多人还不知道AC是谁 AC就是曾经大姨父的创始人 DeFi DeFi这个概念 就是大姨父创始人 AC提出来的 可能在今天这个圈子 可能很多人看到什么 所谓的DeFi 2.0 包括之前的1.0等等等等 目前所有的DeFi 这个圈子的DeFi 99%都是假DeFi 都是他妈扯淡的 相当扯淡 真正的DeFi 的理念 跟现在这个圈子里面 DeFi的理念的话 已经是背道而驰的 根本没有朝着 去中心化金融 这个理念 去实现这一宏伟的目标 跟愿景 那为什么区块链 这项技术走到今天为止 没有任何应用 那这个圈子的人 为什么还这么多呢 那就是因为大家觉得 里面都能赚到钱 但是大家都认为 这个圈子有钱赚的时候 可能给了更多这些 想敛财 想搞钱的这些 所谓的操盘手 更多的一些空间 那你说这个圈子 能不能赚到钱 有没有赚到钱的 大有人在 有没有亏钱的 也是大有人在 但是往往任何一个圈子的话 赚钱的肯定是少数 亏钱的肯定是大数 我在这个圈子 包括我每天在公司 碰到的很多客户 都说这两年在这个圈子 被怎么怎么割得 血淋淋的 我只能说太正常了 因为对这个圈子 缺乏太多的经验 那只能被沦为韭菜 当然我这些观点 不针对任何人 是因为任何一个圈子 这些认知高的 肯定会收购 认知低的 这就是这个市场经济的一种 太正常不过的现象 如果说要说到这个圈子的信仰 对我来讲的话 在这个圈子 我唯一的信仰就是比特币 除了比特币的话 我对任何币种 说真的 我是没有任何 没有任何信仰的 其次的话 可能就是以太坊 当然我这话的话 不针对任何币种 不针对任何项目 包括狩猎者 因为比特币的话 它是有十多年的沉淀 全球的金融市场 包括美国华尔街 包括欧洲 等等的一些金融巨头 都是要来为它买单的 所以说在这里的话 我也建议各位 有生之年的话 一定要想办法 买下一枚比特币 哪怕是留个礼的小孩也好 等等 一定要拿住一个比特币 我始终坚信比特币 有一天一定会涨到 一百万人民币一个 一定会有这一天 可能大家很少去发现 这个圈子的一些逻辑 其实这个圈子 往往一些赚了大钱的 包括一些起盘的人等等 只要这个圈子 真正的顶级大咖的话 不管是在其他项目上面 赚了钱的话 最终的 这些USDT的方向的话 一定是买比特币以太坊 以太坊其次的 比特币是占主流的 也就是用这个行业的话讲的话 比特币一直在吸血 所有的这些山寨币出来 最终资金的流向 一定是流向主流币 比特币以太坊 所以说我刚刚才会有那番建议 伙伴们 有声资料一定要买下几个比特币 最少要持有一枚 然后这一段时间呢 我也在叫我的技术 持续的追踪 背后的一些东西 可能细心的朋友 已经知道前面几天的话 每天给大家分优的地址的话 已经发生了一些变化 也就是说换了一个活跃地址 换了个地址 换了个钱包 然后我的技术前天追踪出来 告诉我的结果是 自从换了这个钱包过后的话 里面的资金比之前大了很多 然后的话 里面的资金有一些趋向的话 它是追踪不到的 也就是说在背后 狩猎者的技术团队的话 故意隐藏了 可能在这里 大家听起来有点匪夷 在区块链 在技术层面的话 完全是可以做到的 什么意思呢 比方说我转账 要转给张三 转给张三的同时 可能很多人会认为 可以去追踪 通过哈希值 去追踪电商的一些数据 我转给了谁 转给了多少 但是真正技术团队的话 它是可以做到 隐藏这一笔合约的 隐藏这个哈希值 是让大家追踪不到的 但是里面的这个 这个机箱池的资金的话 是比之前大了很多 至于它隐藏这些资金 区域上的这个背后的意图的话 我目前还不是很清楚 但是整体来讲的话 通过目前的一些数据 包括每一天的一些 实际的团队的情况来看的话 整体盘面的话 目前还是良性的 还算是比较可观的 然后接下来给大家讲一点 关于技术层面的东西 也就是我九点钟 给大家文字说的 这个圈子里面的一些黑幕 可能平时在大家的认知里面的话 觉得很多东西很高大上 但是在我这里的话 我个人认为的话 也就那样子吧 就说一点最低级的 这些图狗圈 可能每天大家在AV1 这个看盘的软件上面 会看到一些很多新图狗 层出不穷 但是现在很多新图狗呢 资料上面有宣传 什么权限已放弃啊 等等一些东西 在技术层面的话 我可以很负责任的告诉大家 告诉大家什么呢 凡是你们所看到的 什么这个代币 权限已放弃啊 底次已锁死啊 其实在技术层面上来讲 都是瞎扯 这个合约 这个地址 谁创建的 始终是要 始终是在他手上 辞职锁死 权限放弃 都是瞎扯的 明白吗 伙伴们 所以说在这些上面的话 别太认真 别太执着 谁创建了这个东西的话 谁都有办法解开 至于过多的技术层面 太具体的一些东西 就不给大家讲太多了 因为我身边的话 我公司一直是有 很顶级的技术团队 这些东西太小而抠了 只是可能大家 认为 这些东西很高大上 讲到这里 我只想表达 在这个世界上的话 除了比特币之外 没有任何东西是去中心化的 因为比特币 从这个中文充 把这些所有的代码机制 学习 大家你们去玩 拿着你们的矿机去挖 有电有网就行了 你慢慢挖 谁都改变不了他的东西 包括以太坊 以太坊为什么要做 各种POS的升级 以太坊2.0 等等一些分片技术 所有的东西 也就是说除了比特币之外 没有任何东西是去中心化的 所以说我讲到这里 并没有诋毁 我还是表达我的观点 我并没有诋毁任何项目 只是希望群里面的各位伙伴 对这个圈子所谓去中心化这几个字的话 大家希望有一点其他层面的一些认知 包括我们平时用的TP钱包 包括BIT钱包 所谓的号称的这些去中心化钱包 其实都是瞎扯的 当我们在注册TP钱包的时候 其实TP钱包背后的技术团队官方 都非常的清楚 我们的私要 我们每个人的钱包 有多少代币等等 当然讲到这里 大家不需要惊慌 因为TP的话 目前做得很大了 它不需要说 有一天把我们一锅端 等等的一些东西 只是希望大家 能够清楚的 知道这些事情 也就是说TP钱包的话 其实跟一个中心化的银行 没啥区别 包括我们 包括今天 比方说在某某哪个银行 办了一张卡 你说银行背后 不知道我们的密码吗 不知道我们的存款吗 都知道 包括TP钱包啊 包括这个BK钱包啊 都清楚 当然在我的个人的认知里面的话 我认为 像这个I'm talking钱包的话 目前是钱包当中 还算是最安全的 TP钱包的话 说真的是很不安全的 所以说我前段时间 才会在群里面叫大家 多建一个隐藏的钱包 这个钱包在市面上 不要有任何的买卖 也不要在任何地方 透露这个钱包的 钱包地址 其实在这个世界上 任何一个圈子 它的一些逻辑 背后的逻辑 本质其实是一样的 我前段时间 在群里面 一直讲一句话 这个圈子的话 其实我们每一天 赚的每一分钱 其实都是从别人口袋里面掏的 包括这个实体圈子也一样 包括开理发店的 开出租车的 开化妆品的 开服装店的 开饭店的等等 皆是如此 只是说看被掏的 主观意识上 是否是愿意被掏的 但是在这个圈子的话 更加的血腥 所以说我希望今天晚上 我的这些 简单的大白话 闹坑 希望告诉大家一个真理 就在这个圈子玩 就要知道这个圈子 是很血腥的 稍不注意 认知不到位 就很容易被人家收割 所以希望在这个圈子里面 每一个人都能赚到钱 但是这个过程当中的话 大家多留几个心眼 因为在圈子目前的话 是非常乱的 很多项目出来的话 其实表面文字上面的初衷非常好 但是背地里面的话 走到一天一定会收割 所以说在圈子一路走来 别说这样社区 那样社区 什么多伟大 格局多大 到最后的话 都会收割的 很正常的 太正常不过了 因为这个圈子 就像我刚刚所讲的 都是靠 从别人口袋里面掏 然后在这里的话 最后祝愿大家 先祝愿受虑者这个生态 接下来越站越勇 越走越稳 也希望群里面的 每一位家人 都能赚到钱 至于赚多少 看每个人的胆量 包括每个人的认知 都能赚到钱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